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1995年的PaperOne第11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現在就說 若果惠明在考試前一天的晚上溫習 他在考試合格的機會率是五分之四 若果他在考試前一天的晚上不溫習 他就一定是不合格 A部分 看看他問甚麼 考生他就說 可以用圖A去解答這個部分的題目 不如我們落下 看看圖A發生甚麼事 這個就是圖A 他現在就說 A1 若果惠明在晚上為第二天的考試溫習 求求他不合格的P 然後去到A2 他就說 若果惠明在晚上不為第二天的考試溫習 求求他在測驗合格的Properity Q 還有不合格的Properity R 事不宜遲 我先拿張單行字出來 如果在這裏 我先放大一些圖 我先拿張單行字出來 我Copy圖A 方便大家去講解和去理解 在這裏 A部分 希望你還記得他在問甚麼 A1 我先提一提你 A1 其實他在問你 就是說 偉明在考試前一晚 偉明在考試前一晚溫習 求他不合格的Properity P 即是換言之 他現在要求的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 P 也很簡單 例如這條就是A1 我先把他抹下 這個就是A1 P 很明顯 其實說真的 你找到書 要是合格 要是不合格 合格的Properity 就是5分之4 不合格的當然就是 1-5分之4 即是5分之1 所以你就應該是 -1-P 或者不用太煩 簡直是1-5分之4 OK 所以最後答案 這個應該就是 5分之1 好了 這個就是答案 當然我們更新資料 這個當然就是 5分之1 好了 再來 A2 A2 我當這是第二部分 A2 問你什麼呢 他就是叫你 求求他 如果 慧明 在考試前一晚 不溫習 求求他合格 和不合格的Properity 即是 你要找的就是 Q 和R 所以在這裏 很明顯 說到明 他考試前一晚 不溫習 他肥硬 不可能合格 所以 Q 很明顯 寫得很噁心 都是 好了 Q 很明顯 應該就會是0 即是無可能合格 Properity 就是0 好了 至於 R 當然是等於1 因為 R 就是不合格的機會率 不合格硬的 所以這個 就這樣答的R 1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看A Part的第一第二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下去 B Part 看看他問什麼 好 好 B Part 他現在就說 在考生可以利用圖A和圖B去幫助理解此部分 B Part 他就說 四隊球隊通過兩場準決賽去爭奪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 WWVC的冠軍 對了 好 都幾 貼題 真的跟平常的生活差不多 這條題目 是吧 喜歡看排球的同學 就真是 醒醒神 可以 好了 看看第一場球 就是中國對美國 第二場球 就是日本對古巴 當然 這兩場球 他說得明白了 兩場比賽的優勝隊伍 就是在決賽中欠冠軍 而四隊球 均有同等的機會擊敗對手 簡單一句 大家誤誤球 二分一機會贏大家 是吧 哪個國家都是這麼高這麼大 好了 在B1那裡 他問你什麼 就是叫你求一下 中國拿到冠軍的機會 是吧 好了 如果你問我真心 不如我就 把這幅圖 先拿出來 好嗎 好 那如無意外呢 我先把這幅圖 放在這裏 等一下 等大家好早些 是不是 好 先剪它出來 對了 好了 那我把它黏在這裏 好 那我走下一點 去到B1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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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國隊獲得冠軍的機會是多少呢 當然就是 四強賽那裡 現在有四對球 他要贏多少場 贏兩場 而每場球都是一半一半機會贏 所以第一場球 舉個例子 他首先要贏了美國 他的機會就是二分一 是不是 好 二分一機會贏 好了 同埋 同埋 在這裏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好了 對了 忘記提大家 有兩個概念 有兩個概念 你一定要知道 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一個叫做 的概念 中文就是叫做同埋的概念 在數學角度來講 他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至於好了 第二個概念 就是一個叫做 惡化的概念 就是 或者的概念 在數學角度來講 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所以這次很明顯 第一場球 中國隊一定要先贏了美國 他的 probability就是 二分一 是不是 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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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二場球 我不管你旁邊那邊 古巴贏正還是日本贏 總之哪隊贏都好 見人殺人 見佛殺佛 我們就要贏 對面那隊球 所以其實贏對面對球 的 probability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其實這裏很明顯 最後一個答案 中國拿冠軍的機會就是 四分之一 好 去到B2 又看一看題目 他問你什麼 B2 他就說 WWVC 這個世界 累排錶賽 他的決賽 將於星期日 晚上進行 在電視裡 玩直播 而事實上 偉銘 在星期日的第二天 即是星期一 他就有一個考試 而事實上 我估計 偉銘 都是中國隊的超級粉絲 他就說 如果中國隊進入了決賽 偉銘 就必定收看這個電視 而且 他在之後會 為這個考試溫習的 probability 就是三分之一 都合理 看完 全球夜媽媽 苦奶奶 還哪有心機溫習 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溫習 其實都 都已經是聰明了 是吧 反過來 如果中國隊 入不到這個決賽 作為一個 超級粉絲 中國隊的超級粉絲 的位名 他當然不看 溫習好過 是吧 他就不會看這個電視節目 而走去溫習 是吧 好了 去到 B2的第一部分 看一看 他叫你求什麼 就是求偉銘 是會 為這個考試溫習的 probability 好了 而B2的第二部分 總共有兩部分 他就叫你求什麼 就是求偉銘 對 測驗合格 即是明天測驗合格的 probability 是多少 當然你可以用個 圖B這個圖表 Figure B這個圖表 去幫你去思考 而事實上 我也為大家 準備了Figure B 等我 Copy 它先 好 事不宜遲 去回剛才那項 單行紙 你讓我做這條題目 我先把它黏下來 好 好了 一齊開始做一做這條 這條就是B1 sorry 這條是B11 所以我也要寫一字 好 再貼一次 好 應該可以了 這個就是B11 所以寫一字 好 來到了 現在你會發現 按著題目的描述 其實現在有些 probability 你已經知道了 說到明了 就是 阿偉明 如果是中國隊 即是入到Final 入到決賽 他就 看球 就看硬了 作為一個超級粉絲 而事實上 看完球之後 他溫習的 probability 是三分之一 所以從上路 你會看到 他收看電視 完之後 還溫習 即是這個位 這個 probability 就會是三分之一 當然 一是溫習 一是不溫習 看完球之後 看完球溫習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不溫習的機會 當然是三分之二 好 在下面 下路 作為一個中國隊的超級粉絲 如果中國隊 入不到決賽的話 快路都沒有他的份 衛明當然是不看球 不看球 明天考試當然是溫習 所以溫習的 probability 一定是一 而不溫習的機會 是等於零 因為其實是溫習的 都沒有球 作為中國隊的超級粉絲 那 好了 當然 他現在 在 B21 問你什麼 先看看題目 再提一提大家 B21 他就說 問一下你 求阿偉明 會 溫習這個考試的 probability 是不是 他會溫習這個 probability 當然 剛才我都忘記跟你說 在第一回合 四強賽的時候 中國隊只有兩個可能性 要是入到決賽 要是入不到決賽 當然 贏到美國隊的機會 一半半 就是二分之一 換言之 輸球的機會也是二分之一 換言之 看電視的機會 中國隊贏就是二分之一 不看電視 就是中國隊輸 機會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前面這兩個位 也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好了 正式來的了 現在我就想 計一計 阿偉明 會看電視的機會 當然你也要告訴別人 是吧 我就會說 Pre-watch 是啦 就是看電視的意思 好了 寫得很噁心 看電視 Pre-watch 就會等於什麼 當然就會是 寫多一次 不好意思 扎了太噁心 對 Pre-watch 就是看電視的機會率 當然就會 好像我剛才所說 就是 中國隊 入到Final 即是說 中國隊 Get to the final 入到Final 他就看了 而入到Final的機會 剛才都說過 就是二分之一 你也要計給別人看 所以 換句話來說 他不看電視的機會 很簡單 P 不看 我叫做 low watch 好嗎 或者 lock watch 跟回他 不看的機會 當然就是 一減回 他看電視的 probability 就是 p watch 這個世界上 一是看 又是不看 沒有第三個可能性 所以你想算不看 一減看便可以 所以最後 即是 一減二分之一 最後當然 就是 二分之一 即是我剛才 錄了一幅圖的 那兩個位 所以 我們現在要計 probability 我退高一點 所以 那個所需的 probability 就會等於什麼呢 理論上就是 第一下 不如我就當這樣看 好嗎 用一個1,2的概念 那 何謂1,2的概念 的技巧 我在這裡做給大家看 那我就當第一下 阿慧明 喔 Sorry 我當第一下 阿慧明在這裡 就是選選 他看靜不看電視 是不是 那當然 而第二下 就是在這裡選 選 他溫書與不溫書 究竟溫不溫書 他那天 所以 真的噁心 先退高一點 不好意思 這裡好一點 所以 我們一下就想 就是 他 這裡要你計的就是什麼 再看一看 題目 就是 他叫你計的就是 阿慧明會為第二天考試 而溫習的 probability 那麼就計一下他怎樣 例如 如果舉個例 他看電視 是不是 他的機會就是二分之一 是不是 第一下 就選了他 看不看電視 我當他看電視 是不是 好了 看完電視之後 同埋了 繼續在上路上 繼續走過去 他溫書的機會 當然就是三分之一 所以同埋就是一個乘的概念 就乘以三分之一 好了 又或者 或者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所以加了 就加什麼呢 他走下路了 就是 就是 二分之一機會 他不看電視 好了 就是二分之一機會 好了 再同埋了 同埋就是一個乘的概念 同埋什麼 就是同埋他會溫習 而今次 沒有電視看 中國隊都入不到file 說到明就是他一定溫習 所以 probability就是一 對 下路就是這樣走到溫習 那裡 然後最後 當然答案 就會是 三分之二 好了 那這個就是 B21的答案 好了 那我們繼續去的時候 不如下 這個 B22 那B22 還記得他問你什麼 那我看一看題目 先吧 B22 就說求一下偉明 考試合格的 probability 好了 好了 B22 不如我就 在同一張紙寫好 好嗎 逼一點點 好了 好了 那B22 那這裡 我就會這樣想 P 它會 Pass那個Test 好了 如果偉明Pass那個Test 最簡單就是怎樣 第一件事 就是 它要有溫習 沒有溫習一定會失敗 記不記得 沒有溫習一定會失敗 記不記得 上面這幅圖 說明 走路 不溫習 一定會失敗 看到嗎 因為 補給你看 這個是0 這個是1 R是1 所以一定會失敗 肥硬的 沒有溫習 所以 首要條件 如果 這裡就是一個 AND的概念 就是說 首要條件就是 首先 要 要 要先溫習 而溫習的 probability 剛剛在B21 剛剛計算是三分之二 好了 第一下 阿慧明就要先選 首先要選溫習 如果你要 要PASS個Exam 好了 同埋 第二下 同埋 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同埋 什麼呢 就是說 溫了書 都不包生仔 不包合格 總會有機會是肥老 你看到上面這個圖A的圖 就是溫了書 而有合格的BAT 就是五分之四 在上路的最頂頂 那裡 所以其實 還有就是有五分之四的機會 你溫了書之後 是會合格的 當然 把這兩個答案 成在一起 把這兩個數字 最後答案 這一個就是 嘩 好噁 十五分之八 好了 這一個就會是終極答案 好了 看看大家 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有緣的話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